欢迎大家收看突发与现场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习近平有意亲自调停巴以战争 中国最高领导人将出席金砖国家巴以问题特别视频峰会 电炸末日 颠这晚多地火车站嫌犯猎震搭火车 年北战事升级 中国福建龙岩两地通告 滞留人员家人立即报备 Adobe将停止在中国销售价格实惠的 Photoshop软件包 高盛 中国高收益房地产债券违约率将在2024年保持高位 请大家收看 习近平有意亲自调停巴以战争 中国最高领导人将出席金砖国家巴以问题特别视频峰会 综合新闻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一 11月20日宣布 一南非总统拉马福萨邀请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星期二 11月21日晚在北京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巴以问题特别视频峰会 并发表重要讲话 习近平10日中首次针对持续近两周的以哈冲突公开发声 强调当务之急是尽快停火止战 避免冲突扩大甚至失控 造成严重人道主义危机 并表示支持埃及对加沙开辟人道主义走廊 习近平10日19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赴华出席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埃及总理马德布利时 针对当前巴以局势阐明中国原则立场 他强调 解决巴以冲突循环往复的根本出路是落实两国方案 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实现巴以双方和平共处 中国赞赏埃及为推动局势降温发挥的重要作用 支持埃及开辟人道主义走廊的努力 他也表明 中国愿同埃及和阿拉伯国家加强协调 推动早日全面 公正 持久解决巴勒斯坦问题 电炸末日 颠这晚多地火车站嫌犯劣政搭火车 综合新闻 联北同盟军日前宣布清缴电炸后 国桿地区大批设计电片的中国人被遣送 并内地如云南昆明 浙江金华 安徽合肥等多处地方的火车站 也出现壮观的压界画面 或网民大赞有效打击困扰国人已久的电片问题 内地警方指 这些压界回国的人员 一般是情况会先驱30天 据报 这拨压界回内地的电片遗犯达万人 至于高铁 亦有网民派到电片遗犯坐满了列车车厢 每排三人座位 每两名遗犯便有一名警察压界 据传 此拨免北电片嫌疑人压界数量突破万人 据警方通报 光是云南宝山市就接收有150人 其中有些是被解救的 有些是迫于压力被主动释放的 对这些归国嫌疑人 警方指出 会先进行一个审查的流程 涉嫌违法犯罪的将会接受相应处理 是其犯罪程度进行行政拘留 或者刑事拘留 一般大概30天 30天之后 部分情节较为严重的人 还需经检察院进一步审理 缅甸政府与中国当局近日联手合作 积极清除缅北电片集团势力 并抓捕国赶四大家族 随着战事推进 福建龙烟两地19日发布紧急通告称 近期缅甸国赶同盟军与缅政府军 地方武装势力持续在老街周边地区激烈交火 目前国赶同盟军已推进至老街 随时可能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通告指出 极有滞留在缅北地区人员的家属和重要关系人 立即向所在社区报备 同时千方百计和滞留在境外的家人取得联系 敦促立即回国 确保生命安全 缅北战事升级 中国福建龙烟两地通告 滞留人员家人立即报备 综合新闻 11月19日 福建龙烟市新罗区人民政府 东城街道办市处 龙烟市公安局东城派出所联合发出紧急通告称 其有滞留在缅北地区人员的家属和重要关系人 立即向所在社区报备 同时千方百计和滞留在境外的家人取得联系 敦促立即回国 确保生命安全 该通告提到 近期 缅甸战乱 国感同盟军与缅政府军地方武装势力持续在老街周边地区激烈交火 战事吃紧 目前国感同盟军已推进至老街 随时可能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对东城街道滞留缅北 特别是缅北国感地区人员的生命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稍早前的11月18日 新罗区苏板镇人民政府龙岩市公安局苏板派出所也在紧急通告中称 缅北战事吃紧 目前国感同盟军已推进至老街 随时可能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对苏板镇滞留缅北 特别是缅北国感地区人员的生命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仅有滞留在缅北地区人员的家属和重要关系人立即向所在村报备 同时千方百计和滞留在境外的家人取得联系 敦促立即回国 确保生命安全 Adobe将停止在中国销售价格实惠的Photoshop软件包 南华早报 由于业务评估 Adobe正在从中国大陆市场撤出其为中国量身定制的软件包 即Creative Cloud中国摄影计划 该计划包括照片编辑应用程序Photoshop Lightroom Classic和Photoshop Express 在12月3日之后将不再在Adobe大陆网站上提供 在6月1日之前 客户仍可以通过阿里巴巴集团控股天猫平台上的 Adobe官方在线商店订阅该计划 Adobe仍然致力于通过Creative Cloud提供的其他计划 为中国客户提供服务 例如通过Adobe面向业务的计划 为中国用户提供的个人应用程序 然而内地客户在照片编辑软件方面 还有许多其他选择 包括智能手机上的中国和外国应用程序 高盛 中国高收益房地产债券违约率将在2024年保持高位 南华早报 高盛Goldman Sachs预测 由于房地产销售持续下滑 2024年 中国高收益房地产美元债券的违约率将保持高位 今年以来中国高收益房地产债券的违约率已达到42.2% 预计2024年将达到35% 充满挑战的市场环境预计将导致流动性压力和更多违约 因此投资者在高收益房地产债券市场遭受了重大损失 碧桂园和中国恒大集团是面临财务困境的公司之一 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动荡导致一些投资者在国外寻求收入 高盛Goldman Sachs建议投资于亚洲高收益债券领域的澳门博彩公司和大宗商品公司发行的信贷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也是负责研究和观察六度简报的观察员 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些新闻 首先是关于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将出席金砖国家巴以问题特别视频峰会 显示了中国在巴以问题上的重视和积极参与 其次是关于电炸犯罪嫌疑人被压戒回国的新闻 这是对电炸犯罪的有利打击 也提醒大家警惕此类犯罪 最后是关于缅北战事升级的通告 提醒有滞留在缅北地区的人员及其家属要及时采取行动确保安全 对于习近平有意亲自调停巴以战争的消息 可以看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积极作用 也反映了中国对巴以问题的关切 至于电炸犯罪的打击 可以看到中国和缅甸政府的合作 共同清除电片集团势力 维护两国的社会治安 最后 关于Adobe停止在中国销售价格实惠的 Photoshop软件包和高盛对中国高收益房地产债券违约率的预测 这些都反映了中国市场和经济领域的一些变化和挑战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总结 希望大家对这些信息有所收获 如果你有什么样的想法或者疑问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哦 祝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